大家好我是你妈妈喵哥 前段时间我在跟大家讲高速工作上堵车的原因的时候 有很大一部分其实是由于发生交通事故之后不挪车所引起的 所以我发现不少朋友在下面提出一个问题就是 喵哥你让我挪车 我挪完车之后我没拍照到时候责任怎么办 所以今天喵哥还想再跟大家分析和重申一下这一个话题 我们在高速上发生交通事故之后 到底是先挪车还是先拍照这么一个事情 因为做错了搞砸了 他极有可能这是机会你就偶我了 首先第一点提出这些问题的朋友 其实在这个地方发生了一个很低级的原则性错误 我问你钱重要还是命重要 这是一个哲学问题 还是一个值得思考的人生大问题 但是我实话告诉你能在啥都有 能不在了对于你来说啥都是假的 对不对 因为当你提出这个问题到底是挪车还是拍照的时候 无非就是谁的责任的问题 谁该赔谁的问题 那这个责任和谁该赔谁最后落实到 不就是这个骂你的问题吗 对不对 但是你要知道如果你不挪车下来拍照的过程当中 把车停到高速公路中间 后面引发连续的作为把人给撞没了 那就是LIFE命的问题了 你命都没了讲Money有意义吗 某种意义对不对 所以喵哥告诉你了 先挪车 答案在这里了 再去讲责任的问题 那么就引识到第二个问题了 那我车都挪了 我责任怎么办 明明是他赚了我 最后他说我赚了他 那这个不是扯不清了 那么喵哥就再给你分析一下 我们在高速公路上交通事故责任的一些鉴定的一些方式 首先第一个是我们的影像资料 我们很多朋友基本上都是有行车记录仪的 所以你的发生交通事故之后 你的行车记录仪都会有一段紧急路向给你保存下来了 依靠这种路向 它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证据 是别人赚你的 还是你赚别人的 然后再还原事故的现场 第二个路面上的痕迹 这是做不了假的 我们在高速公路发现交通事故的时候 很多时候都会出现撞击 急刹车 这些痕迹都会成为交警判定责任的一个很重要的证据 交警它的经验是丰富的 它通过这些痕迹 大致就可以八九不离十的判定责任 第三个假如说这些证据都不足的情况下 高速交警它也会去调取高速公路上这些监控设备 通过这些设备结合前面的这些证据 再结合驾驶人的笔路 基本上就可以先对完整的还原整个交通事故的过程 有一些确实比较有争议的证据 交警甚至可以通过旁边经过的车子 他们的行车记录于拍摄的东西 也可以帮你作为辅证 所以说综合这些证据下来 基本上这个责任就能够判到八九不离十 如果有了以上四个办法 你还是觉得不放心 你还是觉得别人冤枉你了 那么我们再回到第一个问题 到底是命重要还是责任和玛丽重要的问题 即使出现最坏的结果 在划责任的时候 你确实可能多划了这么一点点 但是我们现在大部分的车子 基本上你都是有交强险 地上的责任险 通过这些保险下来 真正落实到你自己掏腰包的时候 还是比较少的吧 所以说通过以上的分析 苗哥再次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观点 在高速工作上发现交通事故之后 你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保命 而不是去保财产和划责任 先保住命 后面再去谈责任 再去谈财产的问题 有你在啥都在 你没在啥都是假的 明白这一点 你知道在高速工作上发生交通事故 第一件事情就是打上双闪 赶紧在保证安全前提 把车挪到旁边的意识到 然后再到后面 设算上你警示牌 至于说给你发生交通事故的人 他愿不愿意挪 你决定不了他的这个身家性命 他也不愿意挪 你就让他去吧 因为在交通事故中 在发生危险的时候 一个人只有自救 才能够谈救人 如果自救的做不到 你还救过鬼啊 对不对 好了 如果你也赞同苗哥的观点 给苗哥点个赞 给个关注好不好 谢谢大家